歡迎收看YodibaGa解題給你看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作為59的第五題 那這是一根長棍子放在一個階梯上 然後我們要去算說這個摩擦係數多少 可以讓它不會滑動 好,那一樣我們首先都要先做 Free Body Diagram的分析 好,所以首先我們先看這底部這邊 底部這邊因為它要防止滑動 或是會有一個Friction往這邊F 好,那有Friction的話我們當然可想的 會有一個什麼Normal Force Fn,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呢 它這根棍子本身有一個重量 所以我們相信這邊會有一個W 好,還有呢,這邊還有什麼東西我們漏掉呢? 沒錯,這邊還有一個就是它在Rawler這個地方 喔,sorry 它在Rawler這個地方是一定會有一個力量上來的 我們稱之為F 好,所以簡單講就是有這幾個 好,那我在旁邊再畫個剪圖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所以 好,那最主要是這個F 這個F是往這個方向的 好,這往這個方向的 好,所以它會有一個直角 好,那當然同時這 它也會產生火鈴鐘頭跟Vertical方向的力量 好,那這待會我們會用到 好了 好了,說了這麼多,那我們來看一下 呃,那這邊我們要先求出它的這個大F 那我們一樣,我們就可以以下面為支點 對不對?那其實這樣就只剩兩個力量啦 好,你看,是不是這邊會有一個W 好,如果以這邊為支點的話 是會有一個W 那這個Torque是什麼?是順時針方向 那你看F這邊是不是 從這裡過來 所以是逆時針方向 所以這兩個就是Balance的 好,那我們 那你看F跟這條槓桿是垂直的 所以這邊很簡單 就是 但是你看這邊高是H 然後這邊是C打 好,所以呢,這是F 乘上長度是什麼呢? 是H over sine C打 會等於什麼呢? 會等於W 這個呢? 好,因為它 CentralMass一般 我們如果題目說它是uniform的 那就是正中間 所以是2分之L 然後cos C打 好,那我們 我們把數字帶進去以後 這球都 求出一個什麼 就可以求出F的 F我們這邊算出來 我剛剛計算機按過是173.85N 好的 有了這個以後呢 我們可以來做什麼事呢? 好,因為它要求 好,那個Coefficient 那很簡單 Friction等於什麼呢? F等於μFn嘛 所以我們μ就要等於什麼? Friction over Fn 所以我們要求出Friction 跟求出Fn 好,那 因為Friction你可以看到是水平的 所以這邊呢 是不是它就會跟什麼? 跟這個水平的力量一樣 好,所以 這裡Friction會等於誰? 會等於這個F乘上 呃 假設這個角 我們給它一個phi好了 是乘上cosphi 好,那 Fn呢? 因為Fn是往上 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邊有一個force的往上 所以 Fn加上什麼呢? 加上 F sin phi 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它的weight 好,那 根據這兩個我們就可以去求出我們要的東西 所以 μ等於什麼呢? 我們把數字放上去 那 Fcosphi 好 然後這裡就是什麼? weight減掉 Fsin phi 好,那這裡phi是誰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 這裡是c打 這裡是c打 好,這邊有一個90度 所以 c打加phi 等於90度 好,那我們不囉嗦 把所有數字套進去以後 好,算出來答案是0.4668 好,這就是我們今天要求的